潤泰集團的總裁英偉良 這回恐怕面臨到危機了 擁有五兆資產的南山 這幾年受到全球股會市場衝擊 光是第一季的禁止 就蒸發一千八百八十億 甚至拖累到這個潤泰雙雄 二十號股價重挫跌停 回顧南山這幾年是風風雨雨 恐怕也讓掛保證拼上市的英偉良 這回顏面無光 賺了錢卻沒分員工一杯羹 南山人壽在員工典禮 似乎一年比一年面目可憎 白衣系統出包 工會小股東更是急跳腳 嗆瞎實現董座杜英宗 坐領上一籌金 公司進職卻大衰退 近年的風風雨雨 在二零二二年推舉 尹眼良獨子三十九歲的 尹重遙接掌後 難道就要翻轉了嗎 如果未來南山人壽 有機會想要安排來上市的話 那勢必還有很多財務方面 需要進行準頓 財務壓力最為限時 美國領準會強勢升息 受險業儼然成了刀口下亡魂 南山人壽光是第一季 淨值就蒸發一千八百八十億 預估第二季九千億再蒸發 淨值剩下不到一千億元 大股東等同被剝皮 集團下的潤泰權 潤泰心更為慘烈 盤中雙雙被砍殺到跌停 收在六十五點七跟七十二點九塊 最慘情況 淨值恐轉為負數 面臨下市危機 連證交所都喊話關切 這恐怕讓大家長 尹眼良顏面無光 當年的滿面春風 跟中國馬雲結盟 如今這獨立專業 卻恒生變數 潤泰心趕緊滅火 說轉投資的南山受險 只是短期禁止下降 對未來還是樂觀以待 不過一切還是得等 財報出爐才能見真章 記者綜合報導